YouTuber爱丽莎莎言行向来直爽 毫不畏惧旁人眼光 也因此常处风口浪尖 更是言上的常客啊 近期又有正义缠身 夜配电子锅时 剩余的白饭直接倒进垃圾桶 就算解释不是故意煮多倒掉 但仍遭许多网友贴上浪费食物标签 而他先是现身D卡回应 这个饭是我忘记处理阴掉的 觉得浪费的人以后寄到你家 遭到网友猛烈攻击啊 爱丽莎莎今天再度发文 有很多人说可以倒掉 但为什么要PO上来 因为我的社群 就是在PO我平常在做的事 我从来不想要经营一个完美圣女的人设 而倒除于这件事对他来说 甚至连好坏都撑不上 就是一件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事 假如因为当一个一般人 而非一个圣人被言上 那不是我的课题 是你来错频道了 这个频道不叫做耶稣传 这个频道叫爱丽莎莎 它就是一个跟你们一样 有血有肉的 有缺点有优点的一般女生日常